台贸易部门表示 ECFA效应提升 台湾对大陆出口将持续增长 2011年 富台旅客总数超过600万人次 大陆游客占近三成 两岸旅游渐入佳境 既面临着机遇 也面临着变数和挑战 如何来评价大陆居民富台游市场的快速发展 进一步提升大陆居民的贸易 互财有品质 台湾有关的方面还要做哪些努力呢 本栏目台北博士专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屈兆祥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当老板发红包 台湾艺人罗志祥 撒1500万新台币成红包王 周杰伦紧追在后 迎新年买礼品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带您来看 拳头大的金桔蜜枣和变装的蛋糕 如何抢蛋手里上心 台海资讯前沿 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关注由盼卖食品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贸易部门日前举行年终记者会 台贸易部门官员指出 台湾今年书网大陆的 ACFA早收清单项目有95%降至零关税 早收清单的利用率将提升超过五成 台贸易部门官员说 去年ACFA早收清单降至零关税的项目只有72项 加上台湾书网大陆的货品不小的比例都要经过香港中转至大陆 须经港府核发确认证明才能够适用于ACFA优惠关税 繁复的程序让业者降低使用早收清单的意愿 去年台湾方面已经和港府协商简化核发中转证明的程序 加上今年起适用零关税的项目增至509项 占早收清单近95% 预料这将使得业者使用早收清单的意愿大幅度的提高 台贸易部门官员表示 今年ACFA的贸易效应将大幅提升 估计台湾今年对大陆出口增长率仍可以达到9% 至于台湾整体对外出口仍将可以达到8%到10% 好 各位我们继续带你来关注下一条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表示 台湾不能输掉两岸和平 不能输掉经济发展 连战并指出台湾民众最需要的 也是最真实的有四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 连战表示 第一是台湾的尊荣 我们必以权力维护台湾的权力 积极建设厚职力量提高地位 第二是政治的修明 我们必以开诚不公的胸怀 尊重民权扩大参与 以法治的精神 坚持连能反对贪腐 增进民众的向心力 第三是社会的安宁 我们必以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为基础 例行勤俭建台 实践民众新生活 消除暴力与奢靡 确保理性社会的祥和与秩序 第四是经济的繁荣 我们必以民生主义为指针 促进台湾经济的继续健全发展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建立幸福家园 谋求民众的最大福利 连战说 面对选举 唯有万众一心团结协力 才能达成台湾的目标 连战强调 台湾不能输掉两岸和平 不能输掉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台湾不能就此趴下去 好的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两岸旅游 台湾观光部门 日前公布的2011年 富台观光客总数为600多万人次 那么其中大陆的旅客 就是达到了178万人次 占富台游客数的大约三成 自从2018年7月 两岸开放大陆居民富台旅游 三年多来 两岸携手合作 按照循序渐进 积极稳妥的原则 推动两岸旅游交流与合作 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2008年7月 大陆居民富台旅游 首先在13个省市实施 随后稳步推进 2009年2月和2010年7月 又先后增加了12个和6个开放区域 迄今大陆各省区市富台旅游 已全面开放 台湾方面对大陆居民富台人数的限制 有每天3000人 逐步放宽至5000人 旅游相关的配套措施 也不断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岸实现了直航 让两岸民众往来大为便利 2010年5月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北京办事处 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台北办事处先后成立 成为两岸旅游事务协商的小两会 也标志着两岸旅游交流合作 进入常态化机制化发展新阶段 2011年6月 北京上海厦门成为首批个人游试点城市 7月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 马祖 澎湖等地个人游 标志着两岸全面双向正常化的民间交流 拉开了序幕 展望未来 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但也面临变数和挑战 两岸应抓住并用好这一历史机遇 持续推进两岸旅游交流正常化并深化合作 推进两岸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好 各位接下来我们带你来连线台北宴博士 针对两岸双向旅游交流合作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听听驻台记者和台湾的嘉宾 他们都要怎样的观察和评论 首先来连线我们的驻台观察员张磊 张磊你好 韩正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张磊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驻台观察环节 快要过年了 最近台湾的各个行业也都在盘点一年的成果 规划来年的发展 这其中台湾的观光业 可以说是交出了一张比较亮眼的成绩单 2011年全年赴台的游客达到了600万人次 全年的增长率9.34% 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 那么对于2012年2013年这两年的发展 台湾的观光部门也做了一个规划 未来将以六大主题 浪漫 文化 乐活 购物 美食 生态 这六个主题来推动具有台湾特色的观光业的发展 好 就以上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台北摩世请到了台湾师范大学的曲昭祥教授 曲昭祥你好 张磊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到从08年7月两岸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 那么截止到2011年年底 三年半的时间 大陆赴台的游客就达到了300万人次 所以你怎么评价大陆游客赴台旅游这个市场的快速发展 在2008年之前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大陆的朋友没有办法可以说大规模的来台湾 那么2008年年底之后 那么因为两岸的情势基本上缓和下来了 稳定下来了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使得这个市场的需求量的供需的原则 它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层面 所以说大陆客到台湾来就慢慢的增多 我相信只要再继续维持这个环境的稳定 人数应该不只是300万 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有评论称 展望未来两岸的旅游交流合作 是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的机遇期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和挑战 所以您怎么看待这里面的这种机遇和挑战 是 我想大概我们要谈到挑战的话 大概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大环境的 因为我刚刚讲过去这些年来 这个两岸的旅游市场 特别台湾本身接受大陆客的这一个部分 能够成长得这么快 是因为外在环境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这个外在环境是不是非常的稳定 这个一直都是两岸关系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而两岸关系如果朝正面发展 那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乐观地去预期 这个观光产业的市场会变好 但是如果说它是往负向去发展的话 那相对的来讲 当然它的这个危机就会增加 第二个就产业本身来讲 那么我们看过去这两三年 大陆客到台湾来大量增加 可是我们台湾这一边在旅游设施上面 特别是在交通安全上面 其实有些地方显然是准备不足的 所以说在花莲曾经发生过 不幸的整个游览车冲到海里面去的不幸事件 那么阿里山也发生过火车的 小火车的这个翻覆的事件 都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 所以说在未来 如果这种来自于这个观光旅游设施 硬体的设备 如果没有办法改善 再继续出这种事情的话 那一定会对这个 大陆客来台湾的这样子的一种需求 它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要进一步提高大陆游客 赴台观光游的这种品质的话 您认为台湾的观光部门 还有相关的业者 他们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我想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硬体设施 那么硬体设施的这一块 政府的责任是很大的 其次就是跟业者相关的 那就是我们旅游业本身 能够提供出来的旅游品质 那么我们谈到旅游品质的话 大概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观光旅馆 那么观光旅馆的这个部分 就我个人的了解 这个部分台湾在最近这两三年 可以说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个改善 其次旅馆本身的服务的水平 包括硬体的跟软体的服务水平 也必须要达到国际标准 我想这一点 我想给台湾业者一些时间 我相信这个部分会有一些改善 再来就是石的部分 还有观光景点的这些部分 那么如何做一个最 品质最好的一个包裹 我讲的直接一点 只做一次生意 不做回头课的 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走长久的 一定要有保持的一个争取 观光客再回头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这样子它提供出来的服务的品质 才能够达到水平 好 谢谢曲教授分享您的观点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安折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带来的点评 马上就要过年了 老板们忙着给员工发年终奖金 这其中有不少经营副业有成的艺人 此时此刻都在纷纷扮演起 发年终奖金的老板角色 在台湾和香港 有七家服饰店的台湾艺人罗志祥 今年发给120位员工 包括年终奖金 红包和旅游费用 总计时高达1500万新台币 堪称是艺人之冠 周杰伦和林俊杰则是紧随其后 分别位置第二和第三位 光是跨年晚会就连赶了三场 去年赚进5.5亿的罗志祥 不仅抢前功力了得 对于旗下员工跟同事也很慷慨 过年前包向宜兰的三栋民宿 要带服饰店120位员工来个两天一夜 尾牙之旅 还有年终奖金以及尾牙红包 预计就要发出近1000万 加上发给所属商品公司的同事们 红包奖金 总金撒出1500万 过年前荷包大失血 但小猪却觉得 为了员工辛劳非常值得 而另外一位大手笔的老板是他 去年赚进6.61的周杰伦也相当大方 八花餐厅跟潮牌店 旗下共拥有五家店 周老板为了犒赏员工 红包奖金以及员工旅游 也发出了1000万 让员工好过年 而位居第三名的林俊杰 为了员工也不手软 最近发行新专辑忙着跑宣传 在台北新加坡上海 都有开设服饰店的他 对员工照顾也没有少 年终奖金加红包也发出了610万 虽然荷包大缩水 但为了慰绕员工辛劳 还是觉得很值得 好的各位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香港名医 下节提示 迎新年买礼品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 带您来看全头大的金桔蜜枣 和变装的蛋糕 如何抢半手礼商机 台湾鱼利县推出2012新春红包 立体版造型似迷你笼柱 台湾业者创意研发 让年菜飘酒香 详细的内容 我们稍后带您来看 好的各位 欢迎回来 带您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年关将近 民众开始采买过年的商品 为了抢过年送礼商机 有不少台湾的业者都纷纷开动脑筋 像是金菊金枣等相关商品 因为象征着吉利招财 成为了热门的伴手礼 而普通的糕点金果变装之后呢 也是大受民众的欢迎 接下来就马上带您进入 精力智能手机 独家居民播出的现在台湾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台湾过程节 像金菊还有金枣这样的商品呢 因为象征着喜庆招财 所以说一向呢 都是大家过年的伴手礼首选 不过呢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之中 打出自己的特色 就成为商家们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那么今年呢 在宜兰就有一位业者 他推出了像拳头这么大的金菊蜜件 那么因为够大够喜庆 所以说才刚刚上市就供不应求 闪烁金黄色泽颜色讨喜 象征大吉大利的金菊蜜件 是过年最佳伴手礼 小朋友们看的都是墨登口呆 因为这蜜件有拳头般大小 好新奇 红色然后很讨喜 然后又有金色的 就还蛮漂亮很别致 我感觉像那种小孩子的那样 刚第一次吃到棉花茶那种感觉 就是很绵密 号称全台最大的金菊蜜件 因为年产量只有2000颗 今年首次推出就供不应求 加上金箔白饰增添喜气 但是制作过程得小心翼翼 帮金菊全身按摩 再加上麦芽糖砂糖跟盐 浸泡三个月 才能制作出浑原饱满的年味蜜件 这个完全是纯手工 没办法用机器 今年刚才出来 很多阿嬷 他们都拜拜的时候 全体来去拜拜 说价格大吉大利 除了常见的伴手礼 那么今年还有台湾的业者 是对常见的糕点面包 打起了主意 那么他们请来了这个 著名的台湾面包师傅 来做精心的设计 把小小的面包也变成了 独具特色的新春礼物 台湾知名面包师吴宝春 加上日本快手面包师 野上智宽 两个人罕见合体 要一起把糕点变成年节伴手礼 业者把吴宝春的布丁 装进了小型礼盒 野上师傅的吐司 放进纸袋来当伴手礼出售 预估这一招能够创造 破异新台币的商机 而且在春节期间 可以维持两位数的成长率 其实有区别性 就跟一般是送的礼 不然可能我这个家庭 然后收了很多礼 都是一样的 其实也不太好 卖甜点却强调防撞 也是为了抢赚伴手礼商机 年轮蛋糕加厚增大 带着它南来北往 放在常温下就OK了 不必冷藏 耐状款直径20厘米 跟普通款相比 直径多出了一倍 还有的进行逆向操作 把尺寸缩小了三分之一 就是为了方便提在手上 就连洋品牌 也换上带有黏味的精致礼盒 跳脱传统 挤进了送礼市场 不论是传统的金局 还是精巧的糕点 那么今年的台湾的春节礼盒 可以说是比大小拼创意 那么业者提前 对市场做出卡位呢 也是想要让消费者们 都想人手一合带回家 我是许敬 现在台湾 迎农历新年 不只是送礼游讲究 送红包 采买年菜 甚至是打车出行 都成为了眼下热门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带您来看一组简讯 了解一下迎农历新年 台湾的民众的衣食住行 都有哪些新鲜的话题 一起来看 过年的脚步就快到了 云林幸福推出2012新春红包 特别的是 今年推出立体版迷你笼柱红包 上面两条飞龙 仿照北港朝天宫 正殿笼柱上的两条龙 除了立体造型的飞龙 还印着特殊的雷射纹 限量两万五千个 预计初一到初四 免费发给民众 台北市春节出租车 加价措施 从20号开始上路 规定乘客如果路边拦车 得照表加收20元新台币 就怕影响乘客的搭车意愿 三大出租车车队宣布 如果乘客电话叫车 则不加价 有民众抱怨 春节期间电话叫车 根本就叫不到 邮会方案诚意不足 高雄市一家饭店业者 所推出的顶级佛跳墙 每年都限量一百锅 原本售价是 一万六千八百元新台币 今年就涨到了 两万六千八百元 足足涨了一万元 但是尽管涨幅大 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目前已经几乎被定光了 岛内年菜业者 推出一款酒香年菜 打出三十分钟 拌出一桌飘酒香的围炉料理 把包括高粱酒 绍兴酒 龙凤酒 这些民众喜欢的酒类 全部都加到传统的年菜当中 像是乌骨鸡 因为加了龙凤酒 每口鸡肉都有独特的酒香 业者强调 有酒香没酒味 历时八个月才研发推出呢 许多餐厅推出年菜抢商机 大鱼大肉相当的丰富 而也有业者逆向操作 推出店里受欢迎的餐前小菜 成为围炉年菜 像是泡菜 萝卜干等开胃菜 月初才推出 就已经有上千张的订单了 好 各位我们休息一下 带您进入香港名音下节提示 台南一小学上空 出现了罕见的景象 圆形云团似天空破洞 详细的内容我们稍后来看 好的 各位欢迎回来 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赶线 台南市安南区的 学东小学上空日前 接近中午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灌云团 就像是天空破了一个大洞一般 小学生们看到都是嘖嘖称奇 直呼是飞碟 还有人说是外星人来了 校长赶紧拿起了相机 拍下这个海见的云朵 那么到底有多久 奇特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小朋友们又叫又跳 显得很兴奋 因为仔细瞧 这天空居然像破了一个洞似的 里头还透出了亮光 时间就在10号上午11点半左右 你看哇 真的是很特别 立刻拿起相机 拍下这小朋友眼中又像飞碟 又如外星人造访的奇特云朵 外星人 外星人会来 我们就说小当天空出破了一个大洞 后来发现它是一轮 是一个高级云 它是一个云洞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散掉了 天空中的破洞持续约半小时才逐渐消失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中高云 大概在2000公尺到6000公尺左右 那看起来云是在消散当中 这是属于冬天比较经常出现的云 中云跟高云 气象人员说 中云跟高云在冬天经常交杂出现 但刚好形成一个大洞 还真是没见过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